元旦第一天在追风火车站就涌进上千人潮 大批民众一去排队 为了这车抢购限量发行的火车套票 大都区的追风火车站在元旦当天 开卖一组爱你一生一世的纪念套票 许多民众起个大早前往排队 希望能在新的一年求得好姻缘 帮我儿子们送他女朋友 今天买五套 送他女朋友男朋友都好 一生一世 里面有月台票 还有来回的车票 里面他有一个套卡 可以让我们把卡片跟车票都放在里面 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纪念 纪念套票我们总共是准备三千套 每套99元每人限购五套 在今天1月1号上午的8点就开始卖 在9点37分的时候 我们三千套就全部都卖光了 再过几天就是2013年1月4号 整串数字念起来就是201314 爱你一生一世 追风车站配合这个特别的日子 发行纪念套票 票卡上不只有限量编号 还加出一行红色字体 加上丘比特和心形印章 看起来是十分喜气 但是因为限量只有三千个 有民众排队没买到 竟然当场破口大骂 6点来的时候这边其实车子都已经停满了 对 买这一套是要自己收藏还是要送人 一套是要自己收藏的 其他是要送别人的 8点38分到彰化 彰化然后再转车过来 到这边的时候人已经很多了 对很多又卖完了 五六十个民众大概就是排队没买到 那我们这个部分 我们先帮他留下基本资料 那我们再来寻求看是 怎么样来帮他处理这件事 抗议民众全程自己 半夜12点就来排队 不过其他人并不以为然 因为大多数民众 情城六七点排队 同样买得笑咪咪 原本大家欢喜过新年 全为排队风波的来争议 也成为元旦当天的意外插曲 记者洪嘉宏特授杜朗